白色的米粒 绿色的薯麴草粉 打浆搅拌入锅蒸煮 就成了Q弹又滑嫩的糙阿粿 一颗颗小巧清脆的粿 飘着淡淡青草香二十多年 也维持一个十元的铜板价二十多年 不只台湾正妹喜欢 日本小姐也吃得津津有味 爸爸从小就有再吃了 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是菜薄蜜 因为觉得跟他的桂皮比较合 二十年部长 美眉风抢铜板曹阿粿 莫名吃的都是脏器 对不对 然后薯鸡草 他就是吃的 他比较不脏器 阿兰曹阿粿老板许明达 和许明毅兄弟的阿公 矿坑时代就在九份老街 开饼铺 饼铺生意兴盛一时 我二姐 他就数钱数到哭 以前那个钱是什么 情仰咋可以啊 有没有 旷野没落 人去楼空 兄弟一度外出讨生活 开过计程车 卖过成衣 直到电影《悲情成事》 为九份带回商机 游子才又回到故乡 拜贵探给惠 在母亲的指导下 兄弟卖起操阿粿和乌粿乡 酒味啦 一定要有酒味 较Q啊 你如果生命的 作为生命的水温比较大 比较多嘛 做一个过不Q 暖暖 但客群 由过去的矿工 转为观光客和年轻人 加上七年级的下一代 许志祥加入 口味也变得多样化 我们一开始就只有这两种 比较传统的口味 这是红豆 这是菜脖皮 我们绿豆是做咸的 因为它里面有加姜丝 咸在就是因为有吃到挂包 不过 乌粿为何又要多一个乔字呢 里面胃对吧 我突然吃到进去 肚子饿回当点心嘛 打出来就会问你 你乌粿乔乔 就这样 也就是说 乌粿乔就是被凹到不举的粿咯 呃 好冷哦 还是来吃点热腾腾的粿 咸是菜啦